重庆市福林区是著名的世界榨菜之乡 从田间的菜头到一点点美味的国民下饭菜 诞生于1898年的福林榨菜 历经120多年的发展 正在成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大产业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市于东南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 在我身后就是正在育苗的榨菜 共有700多个榨菜品系 主要是通过杂交选育的方式在这里种植 并且最终要选出品质好 皮薄筋少 能封产的榨菜品种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选育出来的新品种 从青菜头底部到地面的距离 比过去的品种要高两厘米 而这高出的两厘米 让全流程机械化采收成为了现实 没目的讲到四个工作用 原来我们应该头到20到22个工作用 如果汽油条件国防部条件好的话 应该也目的增加到五六百元 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福林区的一家 榨菜智能化生产车间 从切分摔分搓盐搓水拌料 到包装杀菌装箱马舵 共八道程序 目前是已经完全实现了智能化的作业 那么在这条生产线上 一颗颗田间地头的菜篷 变成一袋袋包装完好的榨菜 只需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 而原先的人工作业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因此同样的工序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装箱工具 里面用的视觉磁觉系统 就类似于我们的眼睛 通过我们眼睛看到的 再通过大脑分析传导给我们六只蜘蛛手 来配合完成整个装箱工序 何金福给记者算了笔账 从传统手工生产线 到如今的智能化生产线 车间工人从300人减少到20人 年产能却从2000吨提升到了1.6万吨 智能化生产之后 榨菜的口感 味道也更加标准一致 品质也更加稳定 通过科技创新来瞄准 我们这个榨菜行业当中的 从种植到加工到生产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 一些关键的技术来进行突破 来促进我们整个产业的转型 升级 高质量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